3月23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会开启了首日的经济峰会 中裁办副主任韩文秀,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道奎等政府高层企业家及学者齐聚北京 就不同主题畅所欲言 2019年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第二十届年会 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坚持扩大开放,促进合作共赢 论坛集合了百余位世界500强企业和全球行业领先企业的董事长或首席执行官及国际知名学者 共同探讨中国对外开放、中美关系等议题 这一论坛也是两会后首个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 在主题为以开放引领未来的全体大会中 中裁办副主任韩文秀表示 中国下一步对外开放呈现出五个特征 更加互利共赢 更加知行合一 更加一视同仁 更加内外联动 以及更加注重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 向规则等制度性开放转变 他强调 中国40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证明 开放带来进步 封闭 导致落后 当今时代是经济全球化时代 科技进步加快 地球越来越小 国与国之间 企业与企业之间 人与人之间联系越来越密切 真是天涯若比林 难舍难分 对于各国和广大企业来讲 面向未来 赢得未来 走开放合作之路 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最有选择 而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 蒂姆·库克认为 中国的对外开放 对于推动全球整体经济的繁荣至关重要 全体大会后 各分会场就中美关系 脱贫攻坚 人工智能 5G时代 文化互动等社会热点议题 进行了讨论 其中中美关系议题 受到了广泛关注 中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员 在中美关系广受关注的背景下 论坛也对中国梦和美国梦进行了探讨 此外 一些来自科技文化领域的企业家学者 也在采访及分会中阐述了自己的思考 远程的能够接管 下一步开车开始开 据了解 此次年会将持续三天 3月24日将举行大会正式开幕式